- 接下來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司新聞議題中心聘恩 公民行動已經記錄資料庫我們聯合直播視訊的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節目讓大家一起來關切在很多爭議性問題背後 可能有更重要的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必須要再做進一步的思考 我們今天節目當中要跟大家談的是 有關於性別平等教育 因為我們知道在前一陣子伴侶盟在彰化曾經有播出性別平等教育影片 因為這影片裡面被認為說你沒有談到所謂的敏感帶性高潮 等等的這樣的一種字眼或者是內容 其實在過去這幾年來一直引起的一些爭議 這次在彰化播出的時候 這個彰化現議員黃玉芬就質疑說 他會覺得說如果孩子回家之後 看完之後回去跟他的父母親說 我的性感帶在哪裡要怎麼找 那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在彰化的護兒聯盟的理事長吳君貞 也批評說這樣的片子裡面充滿了非常強烈的性暗示 所以這個其實是對小朋友的教育事實上不太好的一種做法 那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就要跟大家來談這部片子 其實這個片子之後可能充滿了一些對很多人充滿了一些恐懼以及背後的一些整體的台灣性別平等教育的一些問題 那今天在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這部片子非常重要的一個主推者 同時也是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的監視蘇千玲蘇老師來跟我們談這個話題 蘇老師你好 管老師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蘇老師是不是請你一開始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當時為什麼會有這個青春水洋這部片子 這部片子內容大概是什麼樣的一些主題呢 我們協會成立在2002年 然後當初成立的時候我想性別平等教育就是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推動的宗旨 然後我們在設想非常多議題的時候其實 性教育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議題然後我們在 思考怎麼樣去做的時候其實兩個途徑一個比較是 對內一個比較是向外 所謂對內的話就是說去自己回溯一下我們自己的成長歷程 那我想台灣走過的跟性教育有關的我想 大家大概都耳熟能詳譬如說 過去什麼健康教育14章跳過不教啦 慢慢的可能會開始觸及一點 可是很可能比較是以那個生理取向 譬如說我們的第二性徵 可是那裡頭其實也充滿著問題 譬如說他會比較 著重生理的發展 可是這中間其實有非常多那個性別的 偏頗或不平衡的狀況 譬如說 好像去強調非常多的這種 互動都是女生的責任 女生必須要守護自己 然後譬如說你要 交朋友的時候就要特別小心 要去把關 不要去不要單獨約會不要幹嘛 可是那種非常片面的 給予很多成長中的女孩 就是說這樣的一個片面的這種責任 可是對男性的部分好像他比較不覺得 男性是一個可以學習可以思考可以做決定的 那在譬如說兩性的關係裡頭他也要 是一個學習體是一個 做一個決定 就這裡頭的那個性別問題其實也非常的明顯 再來可能另外有一個階段很可能他比較會從 譬如說 禁止然後 恐嚇 譬如說 如果你太早發生性行為可能就會 帶來不預期的懷孕 懷孕是很糟糕的 然後 譬如說性病 那當 後來艾滋出現之後 我想艾滋就變成一個最大的恐嚇 等等 這樣的東西其實是我想在 台灣 成長過的人 大概 如果回顧的話 我們的性交易其實比較偏重在這個部分 那這個是比較對內的部分 那對外的部分我們也 當然就是說現在資訊也相當的流通發達 那但是過去我們好像大致上 會從譬如說得到美國的資訊比較多 很可能日本 有一些 可是也 隨著我想這個都是 很大的一個趨勢 譬如說大概 慢慢可以接觸得到的訊息 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瑞典他們在推動性教育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同的思考 务實然後比較以 成長中的年輕人 去 善待他們 然後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成長 家長的責任 要陪伴 然後要給予知識 要去培養他們 做能做決定的能力 等等 就非常吸引我們 所以 我想就在 大概2000年初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去邀請 瑞典推動性教育的人 到台灣來帶工作坊 然後分享 然後在2003年的時候 我們自己也組了團 到那邊去做一些參訪 等等 那就說這些東西都讓我們覺得 好像我們 是可以把這兩者結合 然後 在台灣去推出一個 不一樣的思考的 性教育的一些模式 我們後來就 當然就開始做了 那我們其實 我想民間團體 大家都知道 其實非常 缺錢 缺 缺資源嘛 所以我們其實最早推出的 其實是一個手冊 是一個 信要怎麼叫這個手冊 一個薄薄的手冊 那 為什麼是這樣 是 我們在成立的時候 也考慮到 就是說作為一個 非常 小的NGO 我們想要直接對話的 其實是 老師 我們先跟老師 做分享對話 然後 讓老師回到他的課堂的時候 再去跟他的學生做互動 這個大概是我們鎖定的所謂的 我們互動的群眾 這樣好了 所以我們的這個 信要怎麼教這個 手冊基本上也是以老師作為對象 他是一個 教師的性教育手冊 OK好 那這個手冊出來之後 我們當 也就 我們常說我們是全台 啪啪照 利用 各種可能機會 去跟老師們做對話 可是也在這個當中 就也有人會反映說 這樣的東西還是不夠 就是說 大家其實需要更多的 更多的媒材 那譬如說 影像我想會是一個 非常非常好的 就說在不管老師的 研習或者是 老師在課堂上使用非常好的 一個一個媒材 當然在這個 這個過程當中 我想大家如果不陌生的話 也有 就是說那個時候 非常普遍的 然後 被廣用的一個叫做 蚕食的理性 這樣的一個 宣稱是性教育的 媒材在學校裡頭 我自己在教學的時候 常常會 也讓學生用同樣的方式 去回溯他們自己 接受性教育的過程 那我最 最驚訝的 或者說也最感慨的是 我的學生最小 會曾經在小學 五年級的時候 看過那個 蚕食的理性 然後看完 大家很普遍的 他們就會嚇到 噁心啊 然後就覺得 非常恐怖啊 等等 我想這個是 很很很很大的 很大的一種 就是說推動性教育的方式 那在這種 所以我們在 這種 所謂透過這種影像的教育 希望能夠 給大家 不一樣對性教育的一些看法 那在這過程當中 也就推出了青春水漾的 這部影片吧 那這部電子裡面的內容 到底談了什麼 為什麼 常常在這個整個推廣的過程當中 哇好多人 產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恐懼 或甚至說 這個是有關於 要叫大家性解放啊 然後 事實上是什麼樣的內容 好 如果從我剛才描述 我想大家就很可以知道 就是如果我們 假設有個光譜的話 那我們過去 比較都是在這個部分的 性教育的內容 我們很想就是說 能夠往這邊去 推動然後去 能夠開發出來 發展出來一個 不太一樣 讓大家把那個 不管是在知識的層面 在概念的層面 都可以打開來的一個 教材 對我們來講 我們也覺得 當對我們而言 也是一個 信念 覺得這樣子 或許應該是一個 對成長中的 任何人來說 甚至對上一代 都會是比較好 因此在這個影片裡頭 我想我們就採取 不回避的方式 就是說不回避 然後把成長中的年輕人 就說當成是一個 可以接受各種知識的 這樣的一個主體 可以做決定的主體 然後把需要的知識 告訴他們 那這裡頭還有非常有趣的是說 我們其實用一個 我們覺得很有創意的方式 就是說用水用游泳 來跟信作為一個 平行的對比 就是說 因此裡面很多的場景是 那個主角以及 主角的媽媽 甚至就說中年的 父母親們 他們那個學游泳的過程 那這其實這裡頭的那個影韵 其實是非常明顯的 就是說 其實信跟我們生活中的 每一個面向是一樣 他是需要學習的 如果你不好好學游泳的話 不從 悶氣 不從 練習打水開始 你可能是會 墨頂的 你可能是會 嗆水的 那 信也是一樣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 學習的過程 可是當你 學會了之後 然後你 你開始可以如魚得水 然後你可以在這裡頭 那麼讓他 增進你的健康 促進你的親密關係 甚至 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這個是我們的 企圖 所以把信跟游泳 放在這裡頭 然後以 不迴避的方式去 做這種探討 然後其實我們野心很大 可是後來就 覺得30分鐘的片子 大概不能夠承載 這麼多 譬如說我們也 去探到那個 世代之間 讓主角跟那個媽媽 可以談這樣的一個問題 比如說剛才所談的 其實是 女兒去問媽媽說 什麼是什麼 結果媽媽就滿臉通紅 然後不能 不可以回答 女兒就說 媽媽好遜 都生過小孩 怎麼會 對自己的身體 這麼不清楚 OK 我們事實上也想要嘗試 就是說去碰觸那個 同性的情欲的問題 可是後來那個導演 他比較理性 他就說一個 短片不能承載 但是我們還是用了一個 比較 比較迂迴的方式 稍微 點到 就說 這些東西很可能都是我們在 資源比較缺乏 可是企圖蠻大的情況底下 他希望可以觸及的 但是他基本上他的定位 他還是一個教學影片 因此他只有公播版 那個意思就是說 還是搭配剛才那個手冊一樣 就是希望老師可以在課堂裡頭 隨著這個影片 好好的帶著學生 不管是觀賞或者是討論 OK 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也深信 就是說 任何一個東西 如果他 任何一個教材 這樣說好了 如果不能夠引發討論的話 他其實應該說 他不是好教材 我的意思說 如果任何一個教材 你一看就是 到時候又來了 說教 就是這樣嘛 其實你就 你就覺得就是 就是這樣了 那我覺得 那個 那個教材很可能 隨著他播完之後 他的生命也就沒了 一個可以引發 思考 辯論 討論的教材 我們覺得他還是 才是好教材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 我想後續的很多的 這種意見 我想並不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對 其實這其實蠻有趣的 就是說 剛談的這些內容來看的話 其實一方面他是要做 某種光譜上面 對所謂性教育的一種平衡 過去可能相對是要保守 不敢談 或是比較所謂的 賦權的概念 但是我們現在 也不當然是個翻轉 但是至少提供 不一樣的 這種所謂的思考 或是不一樣的觀點 那同時我覺得更有趣的地方 是我們讓親子之間 可以來討論 所以問一下這個 敏感帶到底在什麼地方 好像也不是什麼 太過於必須要避諱的情形 可是這有意思的是說 可是他引起這麼大的反彈 反彈有一部分 可能是來自於 他對這個影片 可能從來都沒有看過 以而傳而 另外可能是來自於 他背後的一種價值 那事實上 這是不是也在對 某種不同的價值 進行一些對話呢 是 沒錯 就是說管老師 點到兩個問題 就是說 從這幾年 就是說對這個影片比較有強烈意見 我們覺得比較遺憾可惜的 就說好像很多人 他其實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也說我們沒有一個共同的 觀賞文本的這種情況底下 然後要去做很多的 討論或評論 我想這個其實是比較 比較令人遺憾 所以我想我也會 還蠻邀請 就是說這些 有意見的朋友 真的就 確實的來看一下 這個影片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想我們也不能夠 否認 大部分在 台灣好了 我想其他地方也是 就是有一種對 兒童青少年的這種態度 比較是從保護 就說這個 嚴格說來也沒有什麼 錯就是我們都希望 我們的小孩 他們 不要出什麼差錯 能夠安全能夠幹嘛 可是我想我們可能要 就是這個問題 他其實是一個可思辨的 就是說 是不是我們 我們幫他篩選很多的 這種這種教材 很多的 很多的他能夠接觸的東西 或者我們為他營造一個 我們說過去也知道 就是說那種 那種 那種叫什麼 暖房或者是無菌事 我們的小孩就可以安全的長大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特別在 在現在就是說 那個資料的取得 資訊的取得這麼方便的情況底下 那除非我們 可以把小孩監禁下來 然後做很大的管制 否則他 他曝露在各種 媒財的這種情況底下 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那因此可能大人就要去面對這個狀況 就是說那我們怎麼樣面對 下一代 就是說那個教育什麼樣是最好 那我剛才是 再重複 我剛所說的 就是說把那個知識的層面打開來 我還是相信完整的知識 是培養我們做決定的能力 那這個東西如果我們是這樣子一步一步的陪伴我們的小孩 然後充分跟他討論 我相信這樣培養出來的小孩是讓我們更有信心他可以為自己做最好的決定 而反而並不是說他因為缺乏能力而常常是 非常 很可能是盲目的很可能是反而是會被別人牽引的 我比較還是會相信是這樣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在這裡面 可能有兩種理念上面的差異 一個是對於所謂到底孩子的教育要怎麼教 是一種屬於保護主義的式的 或者是另外一種所謂的開放式的 讓大家有一種多元的思辨多元的選擇 另外一種是可能是在於所謂的對性的看法 到底這個性應該是要被保護的 或者是某種守真的 或者是相對之下我們要更認識自己 那保護也是另外一種自我的保護 但是我們不需要去回避這些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會回到一個落實在政策上面 或是制度上面 該怎麼去做 例如說教育部的性別平等的委員會 這樣的相關的概念 他怎麼去組成 或者是整個課程上面要怎麼安排 我們待會休息一下 再回過頭來 討論這個話題 你好 歡迎收看這個禮拜的大元載報新聞 教育部在11月初公佈 將在教育部組織法裏分裂 旋轉門條款 規定教育部高級官員 離職後三年內不能轉任 私校董事長或校長等職位 針對這項修法 高教工會在11月10號前往教育部抗議 他們認為教育部修改不做了半套 只有限制退休官員不能轉任 董事長、校長等職務 不過講座教授、主任秘書等高薪職位 卻不受限 而教育部官員為了退休後去私校就職 在任內制定相關政策時 恐怕會偏袒私校 無法做出好的高教政策 應該要制定禁止教育部官員在離退後 擔任私校的各種遊籍職 有關高教工會批評也轉變成任一門 教育部人事處專委定會想回應 在訂定制度時 公益維護非常重要 但對公務員職業選擇的自由也要取得平衡 不能過度限制 為了抗議一例修建凱旗電架修法案 勞工團體從11月4號開始在立法院檢決時抗議 11月9號的朝野協商中 民進黨同意在三天審查 開出一個月冷凍期 以及各導化最杯葛院會的三個條件下 將草案送回威皇委員會 但勞工團體對此表示無法接受 他們批評民進黨只是想要補足程序 沒有誠意要和社會溝通 下週二他們也要在立法院舉辦公聽會 並提出民間的修法版本 世代力量也因為不接受三天審查期限的條件 拒簽黨團協商結論 最後朝野四黨團在11月11號 終於達成共識 在下週召開三天會議 威皇委員會將審理草案 並將結論中限時三天的文字拿掉 改成待審查完畢後 如果沒有共識再交付黨團協商 不受一個月協商冷凍期的限制 去年11月 布農族猎人亡光路因為持槍射殺保育類動物 被依違反槍炮彈藥刀屑管制條例 野生動物保育法判刑被批判 民間團體為此發起了許多深遠行動 去年底 檢查總長嚴大可向最高法院提起了非常上訴 至今最高法院還沒有裁定 11月10號嚴大可宣布 將請求最高法院依職權調查 對布農族猎人亡光路非常上訴案的法律爭議 選任民宿專家 公民團體說明 移清原住民狩獵文化 與保育野生動物管制槍械的公共利益 下例 統一法律見解的衝突 但這個案子是否開庭 還得看最高法院如何決定 過去一年間聲援亡光路 與其他獵人的原住民運動團體 立委高路遺用 以及法服律師陳采義對此均表示歡迎 但他們也強調 更該修法將文化相關行為除罪 並還給原住民族自治自覺的權利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時光回客室節目的現場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在剛剛我們看到大圓仔的新聞當中 我們看到大圓仔的新聞當中 之前我們曾經討論過的 王光路的狩獵事件 這個狩獵事件 其實有一個比較新的發展 就是剛剛在節目裡面 也提到新聞當中 提到說 檢察總長在周四的時候宣布 他要去請求 最高法院能夠找一些公民團體 民俗專家 等等的來做一些討論 特別是有關於 原住民族的 無化保護 保育 還有狩獵 還有包括像動物的保護 還有包括槍炮彈藥 這個管制條例等等的這些法規之間的一些 衝突 事實上我們在過去的節目也特別的提到說 從某個所謂的文明的角度來看似乎 這種所謂的保護或者是對槍枝的管制是重要的 但是其實從一個原住民族自治 或者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 他說不定也是另外一種對自然生態的 這種所謂的調節 那這恐怕是這個社會裡面必須要再往前走 必須要再次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議題 那今天的節目現場 我們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蘇千玲蘇老師 蘇老師要再跟我們談 從這個所謂清水水漾這部片子呢 回過頭來再來跟大家談整個台灣性別平等教育的問題 蘇老師你好 你好關老師你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照理在推動性別平等教育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我想也許可以簡單的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心情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性別平等教育雖然看起來越來越進步 可是常常是這個走兩步退一步 那會有包括很多制度上面的問題 或是很多傳統文化的問題 在這個過程當中你自己的進入歷程是什麼 你怎麼去看待 看起來好像是進步 但是其實又面對非常不同 文化的力量甚至所謂的保守的力量的一種反撲呢 嗯好 我想任何運動大概都是 就是說我們其實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那 所以剛才那個描述我其實也很難說他到底是 進一步退兩步呢 還是進兩步退一步 就是說 因為有非常多的東西 但是我們其實很難從那個 譬如說官方很愛用的那種 很量化的東西裡頭去看出來 那我更 比較想 提醒的是說 有的時候 當 我們會在 譬如說 角落裡頭 在一個事件裡頭看到的那種 那種 確實是有非常多的人 他的 觀念是不一樣的 他的 這個勇氣是不一樣的 譬如說 我舉例來說 好像在 幾年前有一個國中的 小朋友 那他因為 那個 陰柔的氣質在學校受霸凌 然後升上國中之後 他本來以為國中是一個 重新的機會 沒想到就說如影隨行的那個 那個霸凌又開始 所以有一天他就從 那個住家的樓上跳下來 那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頭 大概一天 然後那個 他在好像頭七的時候就有 非常多的朋友 他們想要去悼念他 然後就透過網路的集結 然後那一天 就幾百個人 然後 就到那個校門口 然後去 去愛到這個小朋友 然後那裡頭 大概我想八九成以上 都是在訴說 他們是我們的 過去的那種 那種校園的環境裡頭的那個 所謂的倖存者 就說survivors 他們都曾經因為 性別的原因在學校裡面受過各種形式的這種霸凌 那像那樣的一些 一些 場合或那樣的一個新生 或那樣的一個人的聚集 有的時候是我比較在看 那個性貧教育到底推動的 所謂 那個那個成效 而不只是說我們所看到的非常 大聲的 或者是 很 比較有權有勢的人的那種 所謂的抗議的行動 也不是官方的某一些數字 那如果把這些東西都放進來看的話 我還是會 遲還蠻肯定 而且覺得這一條路 他雖然 要走的比較長久 可是他實際上是 很 很細膩的 很細緻的 已經在很多人的 生活中 或者是 觀念中 其實在 發酵或者是在發芽 那因此我覺得 就是說跟任何一個議題一樣 就是我們只能夠 往前走 然後沒有 沒有所謂悲觀的權利 應該這樣說 我想這也是在搞任何的社會運動 從事任何的這種所謂的公民的運動 必須要有一個最基本的 心態 雖然他是很辛苦 雖然看起來 沒有什麼進步 但是事實上很多的改變 是在 剛剛提談到那種所謂的慢慢的 無形當中 去形成的 可是你剛剛提的例子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這樣的一個例子 其實不管從過去的 葉永志的這個經驗 或是你剛剛提到的這個經驗 他都反映了一件事情 就是在一個人的真實的狀況底下 他可能會有不同的性的 氣質或者是有不同的性的認同 或者是會有不同對性的觀念跟看法 某種角度 他應該是一種自然而然的情況 可是在現在的性別 平等教育的 性別的環境當中 我們特別是 可以發現 例如說像剛剛清出水 怎樣的那個例子 其實他事實上也是 這些所謂反彈的聲音 我自己覺得 會不會也是造成某種這種悲劇 在不斷重複的 一種原因 就是 他的原因是在於 我們沒有更多的機會去了解 不同的性取向 或是不同性氣質 甚至 不同的 對性看法的人 他們的思考 是什麼 所以很容易用我們自己 既有的觀念去 指責 或者是去排除 或者是 自以為是的保護他們 對 沒錯 我想大家都可能需要去面對 就是說我們的人 所謂的差異 不管是在任何方面 那個 性別的部分 族群的部分 城鄉等等 那因此就是說 性貧教育可能有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 去面對差異 而不 不以去 在差異中去定出你我 去定出優劣 而是 把差異當成是一種多元 豐富 然後去欣賞 去 接受 那或者 慶賀 應該可以這樣說 這樣的一個 觀念事實上 非常鳴定在那個 性別平等教育法裡頭 那性別平等教育法 他也把 在性別上的差異的那個 比較大的類別 那也會 非常清楚的 去陳述 就是說 我們存在的 譬如說 生理 生理性別上的 是一個類別 另外我們的 性別氣質 另外我們的性傾向 還有我們的性別認同 那這每一個東西 我想在 現今的台灣 大概我們都可以 很清楚的去 舉例出來 譬如說 那個 中 中一中的那個 曾凱欣老師 因為他的勇敢的 先生 我們知道 人的那個 性別認同的問題 那性傾向更不用說了 我想台北 14年來舉辦的 這個 同志遊行 讓我們更加的認識 剛才所說的那個 陽性的同學 或葉勇志 我想 對於那個 性別氣質的部分 我想我們也都 能夠了解 另外的話 譬如說 即使是生理性別 我們都知道 也不是二分 也有很多人是在 中間的 雙重的 或者甚至是 灰色的 地帶 那這些東西我想 比起過去 其實我們在 認知的這個層次上 其實是多了很多 那比較重要 其實是那個 觀念 觀念的那個 轉換的問題 那因此就說 性別 教育可能有 非常大的一個 重點 要讓 大人們 負責 陪伴或者 教導 的大人 或有權 去制定政策 大人們 真的要去面對 自己 就說在 性別這一件事情上 我們真的不是 權威 我們真的沒有 比 沒有比 別人甚至沒有比年輕人 懂得更多 我們過去更受到那個 傳統的 文化也好 性別觀念也好的 這種教養或 前置 因此我們有非常大的一個 重點是 反而是要回看 我們自己的過去 那在 這當中很 誠實的去面對 到底我們所接受的 那些東西是 讓我們更狹隘 還是讓我們更寬闊 那如果我們有這樣的一個 一個反思 或者是一個檢討 我覺得我們那個空間 才可以打開來 有那個空間 我們才能夠去接受 剛才所說的那些比較新的 就是說去 面對差異 或者 慶賀差異的 然後讓不同的差異 都可以在人的基礎上 享有他作為公民的這種權利 或機會 那我覺得 這樣的一個步驟 其實在推動性別教育裡頭 是非常重要的 一種 學習的方法 對 不過話又說回來 既然他是一種所謂的面對差異 或者是他是要去促成的某種的這種所謂的 社會對話 可是 還是有一些人會覺得說 那 一些所謂的反對同志的這些人 他是不適合 進入到所謂性別平等教育 這樣的一個委員會裡面 甚至也發起相關的抗議的行動 你覺得這個之間是有衝突或是矛盾的嗎 我覺得 不會 是因為我剛才介紹了那個 信品教育法 他在他的立法宗旨裡他其實也非常明定 就說要透過教育的手段 消極的來說要消除歧視 積極來說 要能夠去提倡多元然後尊重 OK 那如果 這個是一個既定的政策的話 那我想 教育部他設定那個信品教育委員會 那事實上是要來推動這個政策 因此我的委員會應該在不違配這個政策底下 來做推動 而不是在我的委員會裡頭去耗掉 要非常非常多的 這種時間或者是人力然後去做這種辯論 就是說到底 信品教育的宗旨是什麼 該不該怎樣怎樣 就說我完全不否認 就是說 社會上還存在對於 譬如說同志的婚姻或同志教育 有不同意見的人 那我覺得在大的那個公民社會裡頭 那個絕對是可以去做 分享或者對話或者是辯論 可是如果我們放到教育部的信品會的話 因為他已經有一個信品法 那信品法的宗旨已經非常明定 OK 那在這個前提之下 我就覺得教育部他應該去 邀請的去 去 能夠 有 就是說已經有非常好的信品意識 或信品觀念的人來共同為這樣的一個政策做推動 那我想這兩者是有一點點差別的 在這些反對相關的這種事為性別平等教育的一些課程當中 有一種說法就會覺得說這種性別平等教育的 一個目的是在提倡性解放 我不知道你對這個性解放的看法是什麼 或者是說性別平等教育就是在提倡性解放嗎 或者是說性別平等教育提倡性解放不可以嗎 好 這個其實就更 更顯得出來就是說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非常好的對話的空間 就說性解放如果我們就只光想那個詞 那每個人的想像其實是不同 如果我們可以好好對話他到底他從哪裡解放 如果從比較傳統的概念來說的話 過去那個女性的性很可能他是要 婚後然後為一個男人去做服務 然後要生出 最好生出兒子的這種性是女人 對女人的性 如果從這邊解放算不算呢 就說我的性不 我的性也可以為自己的愉悅 我的性不一定要生小孩 甚至我不一定要生出兒子來滿足別人 那這個算不算解放 那或者是說從一而終 那我現在很可能對很多人來講 他在 不管有沒有結婚 他的交友可能就已經不是那個 從一的這種概念底下 或者他不跟婚姻去掛鉤 這算不算解放 OK 那當另外一個比較現在 會比較會被爭執的 比如說 過去我們也覺得性是一個異性戀的性 那從現在我想不只是台灣 從世界各地都知道這已經不是 一個 現實嘛 就是說 很多的同性之間 他們的 性 那這個不管是在個人的 個人的關係裡頭 或者是在國家的政策 譬如說很多的國家已經有同性的婚姻 那這算不算解放呢 那當然很多人就會 一步一步的更去挑戰 就是說 譬如說 跟動物好了 那人獸 譬如說幾批 這種東西 我覺得如果每一個東西都去討論的話 很可能我們就會 激盪我們很多 譬如說人獸這樣好了 動物的統一權要不要被看中 當我要跟某一個對象發生性行為的時候 不管他是男是女 是動物好了 那我覺得這裡頭有一個東西就會 就會是我們在對話或交易裡頭 一定要被強救是意願 OK 我想要跟別人做什麼 別人的意願我該不該尊重 兩者意願的 契合才能夠成就出來一個好的事情 因此在性教育裡頭我覺得 不能夠回避就是意願的表達跟尊重 那如果我們可以好好談的話 我想每一個東西都可以被談 如果我們回歸 就是說過去的那個 那個 金賽的性學研究好了 就是說大概人的性行為的模式大概 太陽底下沒有什麼新鮮事吧 就是說在他研究裡頭就會發現 人的性行為模式其實是非常非常多樣的 那很多的時候其實是 道德觀念 壓抑了人 他去表達他真實的生活 如果我們在2016年的現在 如果可以去思考過去所走過的 然後他去 傷害了多少人 或者是阻礙多少人去追求他自己 或他的幸福 現在我們要不要 打開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好好來面對 好好來做討論 讓每一個議題他都有比較深刻的內裡 跟可以去了解 到底我們被什麼東西卡住了 那我覺得這個 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學習態度 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種觀念 就是我們不管是不是談性解放 或是性解放 其實也是一種人對性的 一種態度之一 可是不管怎麼樣就是你是什麼樣的立場 或是什麼樣的意見 那個本身自我的開放性 能夠讓不同的意見可以有一些對話 可能這個對話可能 不是只有在所謂的公共語域裡面 或者是他其實也包括在這個教育的系統當中 我們怎麼樣去學習 進行不同的對話 而不需要去迴避 或不是純粹的 這種自以為是的保護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些基本的想法 今天非常謝謝千玲老師 來接受我們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再來跟你請教 下一個人的問題 謝謝 謝謝